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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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收看灿烂时光 惠客室我是节目主持人 管中上 灿烂时光惠客室是由 公視新闻引体中心PN 公民心动影音进入资料库 我们联合自播的 网络视讯节目 我们希望透过人物的专访 来让大家了解到一些 争议性的社会运动议题的背后 其实有更复杂的政策 或是制度上面的问题 那我们知道5月20号 是这个蔡英文总统就职一周年 在蔡英文总统这个就职之前 其实我相信很多的民众 或者是一些社会运动团体 恐怕对蔡总统是有一些期待 特别是有很多的劳工 会希望说过去我们可以看到 经济发展好像不太好 然后但是劳工的条件也不太好 那台湾的经济发展 会不会因为民进党执政变得更好 然后我们的劳工的环境 也能够变得更好 事实上真的是如此吗 在前几天高教工会 其实召开了一场记者会 来去检视民进党政府上任之后 蔡英文上任之后 整个的高教政策跟劳工政策 到底有什么样的改变 或者是发展出一个 什么样的新的方向 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邀请到的是 东华大学财经法律研究所的 教授张兴隆 张老师来跟我们谈这个话题 张老师你好 你好 张老师要先请教你 就是说在您自己的观察当中 民进党在上任之后 包括因为有很多的改变 他必须要经过立法院 因为很特别是法令的改变 在这一年当中 民进党在有关劳工政策的 这个相关的法令当中 有什么样的改变吗 跟过去有什么不同吗 好 那我们先从民进党在2016年的2月 开始正式执政 就是第九会期开始 然后他的所到 现在蔡英文就任满一周年前夕 他这个法令到底有哪些的立法通过呢 那我们从这个表里面可以看到 我们所统计的结果 只有7项是属于跟劳动有关的立法 那这个立法的整个通过 这个时期通过是有178项的法案 总共有178项的法案 但是有7项是跟劳动有关的 所以比例来不到4% 很低 那其实这里面 属于说民进党所提出的重大法案 应该是只有这一例修的这个 我们大家很熟悉的老体法的修正 对 那其他的法令呢 我们都应该是可能是个别单位提出 就当时不足的地方的一个补足 比如说应该比较受肯定的是 就是教保人员服务 教保人员条例 那因为这些幼教的人员 在过去啊 不管是公立或私立的 都没有一个适用的法律 公 现在这次的修正就是让这个幼保人员能够 公立的幼保人员能够适用 准用教师法 那私立的就是在准用劳基法 那这个当然就是一个 一个时代 过去的旧时代不足的地方 那预补充 那这不能算是一个重大的一个法案 然后这比较没有争议 对 基本权益的补充 对 没有 不应该 只能说是基本的东西而已 那另外一个是 就业服务法里面修正就是说 删除这个移工呢 他必须要出国一日 才能够再入国的这个规定 那这个规定 事实上是我们工运团体 所努力的结果 那也凸显说 过去这种移工的法令不足的地方 所以这个法案也不能归属于 也是执政党的一个正面的政策 那其他法令呢 比如说性别工作平等法等等 这补充的时间的调整或增加等等 那或者是性骚扰的时候 受杀人出庭的时候 他要可以请公假 那等于说是很细微的一个补充 以前可能碰到的案例 那把它放进法案里面 那至于说 劳工退休金条例 事实上只是增加一个 这个满六十岁 然后十五年年支以上 那这些劳工他在退休金的时候 可以选择一次领 或者是月领或者一次领 这只是增加一个选择 然后就这个 那工会法的部分呢 其实这也是空服员工会那个事件 然后因为有这个防航的空人员呢 担任这个蔡总统的那个飞行班机的任务 然后呢 因为他没有参与罢工而被工会除名 那因为这个过程中呢 大家认为 这个不是大家 应该是说是官方了 总统府那边不合理 那可是他也不能够影响这个工会的决定嘛 所以他这个立法是说 那那个过程中是不是应该让被除名的劳工有个申诉的机会 有的时候相对完整 对的完整的诚信 所以只是修了这一点 那也是立委提出来的嘛 就是说在他被除名的时候 应该有让他陈述意见的机会 那这个也不是一个很重要 或者是对劳工真正是一个重大的有益的法案 那老子正义处理法的部分呢 通过的是对于裁决的申请 那把那个辅助的对象扩大到以前的裁决只是限制到 因为被解雇的不利对待 那现在其他的事项 其他事项也包括在里面 包括可能工会的这个不利 这个支配介入的这种形态 那再来就是增加了那个专业人员的一个协助 也就是在裁决委员里面 因为这些裁决委员就是非专任的专家学者 那没有一个专任的一个专业人员来协助 是过去事务上一直要求 那这也只不过是促使裁决能够更加迅速的一个 程序上面的一个规定 那我也觉得少有帮助了 可是不是算属于重大的法案 所以在通过的这个七个法案当中 其实相对之下比较正面积极的 大概就是像教保的这个相关的条例 他让这个教保人员 这些幼教老师 他持身份上面有一个比较从属的认定 也会有一些保障 另外一个就是在就业服务法的这个修正上面 可以让这个外籍劳工这些移工 他其实不需要再受过去的这种所谓出国等等的这个限制 所以整体来看 您觉得它是一个比较是一种所谓修补式的 或者是一些达到最基本低标的一种所谓的改进 这也是一种所谓的进步 跟过去不一样的地方 可是在我们期待来讲 一个新的民进党政权 那个就是和我们所期待的落差相当大 竟然就一年的经过 不但没有看到重大符合劳工利益的法案通过 而是反而有类似于利益修这样子 负面的利益法通过 所以其实它比较在一个所谓修补式 或是一个基本的这种 让它相对完整 可是它不是一个进步的 或者是不是 甚至不是所谓的 我们现在讲的前瞻式的 甚至在整个劳动环境一个大的改变 这更不用谈了 那你刚刚谈到的特别是一例一休 但一例一休其实 当然劳工团体它主张的是两例 或者说实质的周修二例 但是其实这个法案通过之后 其实也出现一些有趣的效益 例如说中小企业会觉得说 这样子我的成本会增加 那有些劳工会觉得说 其实我也想要赚钱 或者说因为中小企业增加之后 它就开始出现很多这种所谓的变形 例如说我今天可能就让你上五天的班 但是我第六天 我就找一个派遣公司来聘你 那它是产生了这种所谓的一个变化的 非常奇怪的一种发展 可是民进党政府他会觉得说 我其实已经比以前进步了 你怎么去看这样的一种 在不同的角色 不同位置上面的落差呢 在立法过程中 我们也很多次的在公厅会和 包括当时的劳动部长 官员有对话 我们期待说 为什么要提出这样子的很奇怪的例子 因为我们在外国法的研究里面 没有这样子的类型 比如说把这个一修特定化 然后又可以 雇主可以约定可以加班等等 那这个我们当面对他这样子的政策 提出一个就是说 劳动法的一些理论的一个对话的时候 他们就是忽言 就是不愿意正面来回应 也就是说他们没有了解说 劳动法的一个基本原理 那我们比如说我们再看一一一修 它真正的目的 当然最重要就是要 这个过劳的问题 要减少工时 那减少工时又要确保说 既然周四十小时工时 那应该大家想象就是周休日嘛 那为什么还有多数的人 甚至于我们法律的规定上 是有可能工作六天 所以他的立法当初就是要确保周休日 好可是就突然间把一天把它变成了 休息日这样的概念 那这个本来是一个要减少工时的 可是他把它变成又可以加班 而且把它提高这一天的加班费 那他的说法 他们不是说正式的说法 他们说法是认为说 那很多的中小企业或者劳工 他是本来就是靠加班费 才有比较多的薪资 那如果我让他两例不能休假 那工资会减少 可是他其实可以用 所谓的提高基本薪资 或者是他的方法 所以低薪的问题 他把它当做是要维持他加班的 所以他等于说 这两种人有想加班的 有想休假的 那我的两千取美的话 我就让他可以选择 可是当这个立法通过以后 我们知道说这个加班权 虽然他表现上是要经过劳工同意 可是我们事实上 事务上都是老板说的算 今天叫你星期六要加班 那劳工很少能够拒绝 所以某种程度上面 他看起来是弹性 其实他也 也许是想要两面讨好 但是他最后是两面不讨好 可是我觉得这个问题的 这个事件的最大的问题就是 我们在节目当中常会提到说 把这种所谓的 公共应该介入的这种责任 变成是一种私有化 这所谓私有化 就是让劳工跟雇主之间去 argue 可是常常这个结果一定是 劳工输的几率是比较高的吗 没有错 所以我们劳动立法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就是因为劳工决定的自由 是没办法肯定的 就是说通常这个最后的决定就是 老板说的就算 所以这个劳动基准法 它那个基本原则就是 为什么要强制 就是说这些我必须要原则 是依照我劳基法的规定来 例外我才让你有比如说加班 让你有机会可以跟劳工来协商 所以这原则和例外 在这支法变成被导致 比如说加班的问题可以 你只要说好就好 那原则上加班 这个不是用约定 我一开始就约定说 我可以在休假日加班 而是应该原则上是不可以的 它必须要有临时性的性质 必须的 可是现在变成是一个常态 那雇主就为了要减少他的支出 那我宁愿用叫他星期来加班 我不用再征判能力 因为现在虽然时间缩懂 我宁愿给他算出来的话 是还可以的话 那现在增加了这个星期六的加班费用 那雇主等于说他的成本增加 他很反抗 他还是要维持加班 可是如果这个 对 对 所以其实我们的这个政策 收缆公司的政策 另一面是为了要促进就业 因为你有那样的需求的话 你应该增加能力 可是这个劳动部或民进党政权 就是认为说 不是这样子 而是还是为了让劳工加班 才能够达到他最低生活水准的这种条件 所以维持着这样子很矛盾的一个政策 我会觉得这种用加班才能够维持 这个生活水准的这个做法 事实上是在某种的去撇弃这种 所谓的应该要去调高基本工资 或是其他的这种劳动法律的 让他这个薪资可以提高的一种做法 那可是这边出现一个 你刚刚谈的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说 民党政府以一例一休来讲 把加班这种例外变成是一种正常 可是他其实不只这件事情 包括派遣 派遣通常是在一个是例外的状况 或是在一种所谓非典型 是因为他比较是暂时性的补充 可是慢慢他也变成是一种正常 我觉得我们待会回过头来 谈这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民党政府 为什么会常常把这个所谓例外 变成是一种正常 然后他甚至把定在法律当中 这样的一种转变跟他过去 蔡英文他其实在2011年 就提出过有关劳工政策 在2016年选举的时候 有提到劳工政策 以及在选完之后 他实际的执行这三个阶段当中 他有什么样的落差 是更进步还是更糟糕了 我们先休息一下 再回过头来谈这个话题 你好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大元宰报新闻 四年前遭到拆除的苗栗大浦张药房 渴望重建 内政部5月16号宣布 已和张药房案相关地主达成隔检 也敲定张药房原地重建的所有隔检内容 并签订和解书草本 相关后续处理也都达成了协议 而张药房老板一双彭秀春表示 后面的每一步路都要小心走完 他只希望重建过程顺利 目前张药房原地重建 经费粗估要200万左右 苗栗新政府表示财政困窘 但愿意跟内政部共同承担 预估最快明年6月张药房就能够重建完工入住 台北市大同区的文盟楼曾经是工厂馆 被日日春协会成租后 成为台湾第一个新工作者运动的场所 台北市政府后来将文盟楼列为市定谷基 但是后来买下建物所有权的流姓夫妇 要求协会签出 缠送多年法院多次判日日春败诉 日日春不服提起上诉 而在5月16号最高法院驳回日日春上诉 维持判决结果 日日春必须牵出文盟楼全案定验 日日春协会说 流姓夫妻买下股基是为了投资赚钱 不付任何管理维护义务 甚至提高破迁破坏股基的软体价值 他们呼吁市政府征收文盟楼以保护股基 但是文化局表示 除非屋主没有做好股基保护 否则不会征收 日日春也说 他们会在文盟楼守到最后一刻 总统蔡英文执政满一年 台湾守护民主平台5月18号开记者会 公布网络民调指出 受访者中对于蔡总统整体表现的满意度不到两成 只有18.4% 守护民主平台还指出 超过95%的民众认为 前瞻计划的审议过程太过粗糙 认为国会在审议重大公共建设之前 都应该要完成各项评估报告和替代方案的效益分析 平台也盘点认为 蔡政府曾经承诺过的议题 包括年金、劳权、原住民、婚姻评选和经济发展等方向 都没有达到期待 欢迎再次回到灿烂时光会客室节目的现场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中翔 在刚刚大元载报新闻当中 我们看到的是另外一个团体 就是民主平台他们召开的记者会 公布了这个相关的调查 也提出在蔡英文上任的这一年当中 各种不同政策的检验 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普遍在这个社会当中 对这一年来 对于蔡总统或是对民进党政府 他其实是比较抱持一种所谓的失望的这种状态 当然作为一个节目 作为一个社运团体 恐怕都作为一个媒体 都必须要再更进一步的监督这个政府的运作 在我们的节目的现场 跟大家邀请到的是东华大学的张兴隆教授 张老师你好 你好 我们刚刚谈到了这个有关于这个一例一休 特别是在这个劳基法的修正案 这样看起来它是什么一些争议 不过这个一例一休 这个修正案恐怕也会对劳工 会不会带来某些的好处呢 在相关的劳基法修正案当中 其实我应该 其中有一项立法应该可以高度的肯定 就是这个特休假的这个立法 而并不是特休假增加了这个半年年支的三天的特休假 而是这个特休假的排定权这样的规定 这次的修法 对 对 传统上过去的话就是 假如起特休假的话 雇主说这天不行 那就不行了 那他这个劳动部的解释就是 勞资双方要协商来排定支 那现在这个明文的立法规定就是说 由劳工来排定 然后当然他也考虑到说 那排定以后 雇主他有可能经营上的需求 劳工他有可能 我排了我想要改 可不可以 那这我们的法理上就是说 如果排定权是一个所谓的行程权 那也就是说一旦通知了雇主 那天我就没有工作的义务 那雇主要怎么改变也没办法 那这个原则是确定 那只是留着一个叫做 协商调整的这个机会 那协商调整很 这个 不是一个法律的用语 而是一个我们讲 应该叫做 勞资自治的一个用语 也就是说 我发生了这个经营上的需求 那和你个人的 排定的休假 补充图 那我希望跟你协商 那这个协商呢 你可以说和其他的同僚 因为他有那么多人排这天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有限的退让 那就是和雇主和其他的团体 比如团体就是他的那个同僚 或者甚至于工会来出面 来调整说 那我们怎样来排 能够三方能够兼顾个人的利益 那这是一个很好的 勞资自治的一个模式 要强一点的协商的 对 可是没有法律的强制效率 所以它是法律一个不介入 就是勞资自治的一个原则 那可是它的结果 我如果没办法成立的话 就是调整没有成立的话 那就是回到我特休假指定的那天 那这个劳工就是我们 等于呼应了立法者 他强调的看得到要吃得到 所以我一丢出去 这个特休假就确定 没问题 那可是我们知道过去工会 在抗争的过程中都有所谓的 这个集体休假这样子 比如说最近的台铁 台铁产业工会 那它的请的假是 其实严格来讲不叫请假 集体请假 因为我们现在的请假制度 是属于要雇主同意才可以休假 他请的假是 就是国定假日 应该是要加班的假 他挪移那要加班 然后他拒绝 那这拒绝 如果透过工会集体行使 可不可以 可以 我们过去的判决 最高版判决是 可以 这是契约上行使 一个人行使 他一起行使 没有两样 那工会呢 透过大家 联合大家 在哪一个时间行使 那我们在裁决委员会 或者是司法判决 认为这是工会的协同行为 也是工会活动的一种 也是一种正当的行为 也就是说工会的成员 他们可以约好在某段时间 我们就一起来请特休 对 在现有的法律当中 一种意外的保护 就是实质上他可能 会发生罢工的效果 好 那等于说这个特休假 它是变成甚至于可以 比延长工时可以更长的 有人可以到30天 那这样子一起的发动的话 对资方来讲 是相当大的压力 对那这种意外的效果 是不是 第一把者可能没有想象到 可是这样的效果 也提供了工会另一种将来 进行正义行为的一个思考方向 这的确是一个可以去思考 或是甚至去执行的方向 对 因为在法律当中 其实是对特休假释 有这种保护 而这个所谓的权力 其实相对之下 是比较能够在劳方 这边来做决定的嘛 OK 这其实是可以看到 虽然是一个意外 但是它可能还是一个好的 这样的一个结果 不过回到我们刚才 上一段 曾经讨论过的题目 就是我们如果放一个 比较长的时间来看 从2011年 蔡英文开始提出 要选总统 第一次要选总统的时候 提出的劳工政策 到2016年 这个选举的时候 她提出的政策 以及到现在实际执行 你觉得这三段时间 有没有什么样的转变 特别是 以派遣来讲好了 就是派遣劳动 事实上我记得她早期 是对这个东西 是觉得很不以为难 或甚至要尽可能 不要让这种事情发生 可是现在呢 是的 没有错 那现在的政府 和这个 蔡英文政府 她和她之前 选举失败的 2011年那时候 发表的 劳动政策排皮书 和她这次当选 之前所公布 2016年的所谓的 劳动政策六大主张 我们把它做一个比较 对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 当然 换我很大 我们就把这个 限缩在派遣这个政策上面 来看的话 那因为她强调是一个 最会沟通的政府 好 那我们在前后 以前和现在 我们在2011年的时候 可以看到 对于这个 派遣劳动的政策 它是主张说 不扩张 而且明确化雇主的责任 还要保障 派遣劳工的权益 包括同工同酬 然后禁止登陆型的派遣 好 然后还要 如果派遣公司 在同一家公司 任职一年以上 那这个雇主就要直接雇用的责任 所以它就不是一个派遣的概念 一年以上 它就会变成是一个正式的雇用方式 对 就是一种过度的 就是让这个非典型 政治化 这种立法政策 这是一个 当然不是我们完全 认同的政策 可是这是一个 在有派遣 在某种程度下 慢慢的要限缩派遣的範围 减少派遣的 这种形态的一种立法政策 可是呢 它在2016年 就把这个派遣的政策模模化了 它说 它要让派遣劳工 他们与同一职场内的 这相同职务的劳工 正式劳工 能够同工同酬而已 就是说那些要转正也好 或者是说 这些要禁止某些形态 更被压榨的这些派遣劳工的形态 都不讲了 那它所定的这个派遣的名称 叫做派遣劳工保护法 也就是说 它的另一面就是承认派遣劳动的存在 那而是我在立一个专法 把它保护它的一些 这个劳基法上面的工作条件 那这样子的情形 无疑就是说 那你劳动派遣 只要是定劳动派遣的契约 那就受到这保护 那至于 那可是我们事实上 绝大部分的派遣劳工 都是属于一种 叫做伪装的派遣 伪装的非典型劳工 我们来看这样子的 这个事实上 它现在的派遣劳工政策 不是着眼于 说要怎么样去减少缩 而是它最先 民进党最早的派遣政策 是在扁政府时代 它定立了一个推动 因为当初的那个 失业率很高 它定一个叫做 推动派遣这个事业的一个计划 就是引进了这个 英美的这种派遣公司的模式 那引进了以后 这时候发觉派遣的扩大 就是跟这些派遣公司有关 它的目的就是为了要 解决这个非典型事业 我们知道这个非典型的事业率 就是集中在年轻的 是在从15到29岁之间 所以它让它非典型 暂时有个工作 不管是派遣也好 部分公司也好 那事实上 这些都是非常低薪不稳定的工作 可是在失业率的数字上面 就降低很多 可是事实上 我们实质上 这种是一种潜在的失业 那还是一种就业不安定的状态 那低薪更不用说 还是存在 甚至于我们发现 因为在职场里面 有非典型和正职劳工量区分 那使他们因为身份上面的差异 而受到差别大余 人格上面的差别大余 这种严重的情形存在 那更严重的就是 事实上有些是应该直接雇用的 比如说我们在劳基法第九条 说你有临时性的话 你可以订三个月的契约 我们劳基法没有禁止 那可是它就反复 它就是一种长期的雇用方式 比如说我们这次在台中中隆 成立的中隆派遣劳动工会 派遣的产业工会 它的模式就是 中隆的每三年一次换约 然后雇纸就换人 然后契约就转换 所以它的年资都没有办法 对 年资就归零 那这就用伪装 你如果用了一定期间以上 我其实还可以继续用 你为什么不直接雇用 而是换一个老板 我还继续用这些人 所以绝大部分的非典型老公 都是假派遣 或是 这样的一个做法 对政府来讲 它有一个账面上的数字 就是它的失业率是降低的 它的就业率是提高 可是实际上面 这个失业率降低 可是这个工作是不稳定 但它薪资是少的 然后它的劳动条件的保障也是少的 那这个不是一个 在造假数字的做法吗 对 事实上就是这样 那它所谓的口号说 我要提升他们的 同工同酬的待遇 那只不说一个口号 因为目前同工同酬 即使你规定了 怎么样来执行 在日本已经讲了那么久 还是很难 因为在同一个市场 做同样 比如说我们在中榮的地方 它把所有这些 一般的行政工作 委外以后 可是还有一部分在 可以一部分在 正职劳工它可以领四万多 可是现在的派遣劳工 就有两万多 可是工作都是一样 那这种状态存在 有没有办法改变 因为你只要不要低于基本工资 就没有办法没有影响 那你基本工资 所谓最低工资的提升 那是有一个它的极限的 因为它要普遍 适用所有的劳工 那这个职场的 所谓的同工同酬 它到四万块 你能够把它拉到四万块吗 这是很难的 那这种状况 看起来是越来越糟 那劳工怎么办呢 那最近这一两年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工会的运动 似乎是比过去是蓬勃 那透过工会的运动 有办法去解决 现在劳工所面临到的这种窘境吗 确实如此 就好像很多的工会 把劳工带到街头 然后去跟雇主 去跟总统 去跟这些抗议 总统的回应 就是说 你们这是个别的劳动关系 你该去找雇主要自立自强 就没有错 你假如不符合劳基法 你就可以去告 那我们知道没有错 可是问题在于 现在的这个集体劳工的制度 有没有办法 让这些人利用这制度 来争取劳工 我们来看一下 目前 就以中融派遣工会来讲 它是一个产业工会 那因为它要用产业是因为 企业工会一转换雇主 它这个工会等于就消灭了 所以产业工会 不管换哪个雇主来 都可以跟它协商 它还在这个产业里 对 可是跟它协商没有用 因为现在的派遣工会 因为现在的派遣工会 它是直接 派遣公司是由要派公司 来跟它签计 一个派遣劳工给多少钱的成本 已经是很固定 那如果我要再要求 这种更好的劳动条例 它不可能 这个雇主不会做那种赔钱的生意 所以必须要和这个真正的 能够负担那个工作成本的 就是中融 可是在这个工会的协商 的这个制度里面 你必须只能跟 有劳动关系的雇主协商 中融不是他的 所谓的派遣产业工程 派遣公司才 所以中融就说我不是你的雇主 我不跟你协商 那当然这次是 扣到很多的压力 让他承认了这个 这个特休价格的年支 那可是毕竟这个制度是 没办法有 也就是说 劳工当然要自立自强 主公会本来就是一个自立自强 那当然不是去依赖什么救世主 可是你要自立自强 那个规则的本身 如果是一种倾斜 或是不公平 那个自立自强的结果 其实对劳工本身也是不利的 那当然蔡英文才上任一年 我们这样子批评也许期待太高 或是太过严苛 总统可能会有不同的这样认为 那你觉得在最后 未来这三年当中 你觉得他可以再做什么呢 在整个劳工政策上面 可以做什么样的调整呢 好 我们这个结论就是 我们在这个时点 来做一个结论就是 他的劳工政策 就是我们称之所谓 新自由主义的一个经济政策 那如果我们这样的断定的话 他不愿意承认的话 那我们有两个指标 是未来他是要怎么去走的路线 如果第一个是派遣的劳动政策 那这个派遣法 如果你还是维持他是一种 保护派遣劳工的这种立法的话 那就显示他 他就是走新自由主义经济路线 也就是说 让派遣这种非典型的劳动自由化 然后企业基于他的效率成本 可以自由使用劳工 那另一面 应该是说这些劳工即使是没办法改变他们的身份 可是他们应该有团结的这个机会 那这团结的机会就是我刚才讲 这个集体的劳动的体制 过去陈水扁时代 所提的这种自由化的工会自由化 然后协商当然没有限制 然后这个争议行为有很大的空间 这样的制度 因为在当时没有取得多数的政权 所以在马政府之代一直拖到2011年才劳动三法通过 那这三法内容就是保障企业工会 然后我刚才讲的消减产业工会和企业工会的协商权 然后再来在这个争议行为上面限制教师工会的罢工 然后程序上的种种限制 那这些障碍 你如果不拿掉 那你要要求劳工自立自强 是原木求云 简单来讲就是在整个的政策上面 当然是如果你要真的走新自由主义好了 那你至少要让工会是把很多的限制是要解开 那真的让他们也可以办法团结 或实施那个真正的这个劳工的 不管是协商权益 或者争议权这样的一个权益 这是蔡英文假设你要走这个方向 你必须要做的事情 当然对我们来讲 你这个新自由主义是有很大的问题的 那你把很多的政府该的责任完全丢到一边 这也是必须要去特别要去批评的 那今天非常谢谢张老师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那我们也希望在未来的时间 可以再持续的再来请教张老师 那当然蔡政府在这一年当中 他能够做的恐怕是有限 或许是有限 可是有很多人民的期待 或者是作为一个媒体 我们也会不断的在监督我们的政府 他持续做的什么样的事情 我们下礼拜空中再会 拜拜 神秘的动力 是愿之后 往前走 继续的去梦想